才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不管是师父 或是你们 能上的 是 哎 可吃家伙疯啦 他把血元剑拔走 不用一盏茶的时间 你们就要摔死了 小丫子 随我来稳住神机 解决你们 一盏茶足矣 阿修 这些交给我吧 不掉你了 你并定乱世 不是小害 你是大猎 双行无益 杀不过人的侠 你不为你 我来 你奸织作为 跟你让你们 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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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相信着终有一 这样就都结束了 要上一战的最后 红尔与小玩伴终于战胜了莫皇 失去莫皇的带领 以军节节败退 即便手握援铃武器 依然无力回天 最终 陆林军攻入长安 李军覆灭 再无后人 街坊中总传闻 有位自称杜吾的商人 杀了王莫 刘胜宫称帝之后 刘继不服 后来刘胜宫便以谋反之名 将他捉拿下狱 博生将军为了救他 惨死于刘胜宫刀下 文殊将军虽然逃过一劫 但此事已种下了陆林军分崩离析的种子 中原陷入了连年的战火 百姓哭不堪言 若干年后 文殊将军荡平各方势力 登基称帝改元建武 崇立国号为 汉 他晴于正式 还减轻田赋 兴修水利 大汉逐渐从动荡中恢复 国里蒸蒸日上 百姓安居乐业 人称光武中兴 大小姐 拿下 干杯 家 不是 这 ず